将功夫与足球融合通常呢只是在电影片段里发生了 那么在北京呢有人成立了一支功夫足球队 不过一身毫武功的球员呢就面对一大困难是什么呢 后空翻传球给队友在抽入网 倒挂金钩毫无难度 连热身运动都与众不同 中国的武术完全可以弥补中国球员体力上的一种不足 他们的敏捷性和爆发力都非常好 这些身怀绝技的球员平均18岁来自河南登峰少林武校 年初到北京组成武术足球队 但在比赛时能否过得了裁判这一关呢 就像这个旋风腿有裁判认为会吹法起脚过高 球队目前仍在训练阶段就因为资金问题而面临解散 不过这些师兄弟的理想并没有动摇 就犹如那个贝克汉姆他们成为世界的顶级球星 球队发起人表示如果武术足球在球场上行不通 希望可以走到舞台表演 要在球场上看到真正的功夫足球 除了当年狂人西基达这招蝎子式救球外 可能只有继续等待了